做得这么成功 为什么要搞一个新品牌 为女士而创造这个桂圆尾呢 第一来说 很多人误会了白醉生 是女性不能用 第二来说 改变的配方是不能改变的 一个幸运的话 中药洗头水不需要注册 我们在这里着手 就将一个新品牌叫桂圆尾 白醉生沐浴露 以为出毛一定去毛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离世 被我们第一次看到很多英国皇室很重大的礼仪 在过去七十年都没有为一国之军举行葬礼 亦是几十年以来英国第一次有皇位交替 其中一些礼仪甚至令到一些自认为皇室事报专家的人 都觉得是惊讶的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这些比较不尋常的礼仪的例子 女王去世的消息呢 当然现在有很多媒体 社交媒体都是大事报道的 但对于一个小数的群体来说 是一定需要亲自告诉他们 究竟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来的呢 原来就是女王养的蜜蜂 皇室的蜜蜂是有专人打理的 这位朋友打理了皇室的蜜蜂 帮皇室养蜂 有15年的经验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查普尔 他是负责把女王去世的悲痛消息 告诉住在白金汉宫 和克拉伦斯宫蜂巢里的蜜蜂厅 克拉伦斯宫即是威尔斯親王的官方官邸 这个传统已经保留了几百年 查普尔解释 他要请求这些蜜蜂对新的国王好 这个仪式某程度上有一种迷信在背后 他们担心如果你不告诉他们 更换了主人的话 蜜蜂可能会停止产蜜 查普尔解释说 去世的人就是蜂巢的主人 他们的女主人 他家里面有重要的成员去世 不会有人比英女王更加重要 所以怎可以不告诉蜜蜂 他又说 你要轻轻敲每一个蜂箱 对他们这样说 女主人走了 你们不要走 新主人会是一个好的主人 另一个传统也是跟葬礼有关的 自从1901年以来 英国的皇家葬礼都是由皇家海军水手 用承索牵引着君主的灵灸 灵灸放在炮车上 为什么用人不是用马 似乎用马就好像很有道理 这件事有些令人困惑 但是这个传统原来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1901年 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上开始的 当时本来就是用马 来拉着藏有君主灵灸的车 这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那些马受到惊吓之后 他们会失去控制 令到整队宋葬队伍 乱了弄 为他带来了片刻的恐惧 那些马又受不了当时的 好寒冷的天气 差点把维多利亚女王的灵灸 跌到地下 维多利亚女王的继承人 即是新的君主爱德华七世 立即命令当时宋葬队伍的水手来帮忙 你知道这是皇室的葬礼 亦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 整件事差点变成一个 很大很大很尴尬的场面 一个皇室的传统就是这样诞生 诞生在纯粹的混乱当中 在1952年国王喬治六世的葬礼里面 一共有138人是负责这一行的工作 这也是上一次最后一次 举行这一类君主葬礼的仪式 在各种各样的皇家仪式和礼仪当中 可能有一项都要比较少有人提及 根据传统皇室最高级别的总管公务大臣 Lord Chamberlain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伴随君主出席年度的议会活动 他一定要在已故的君主的坟墓前面 整断他手平时拿着的那支礼仪白杖 来标志他为国王的服务来终结 现任的公务大臣就是安德鲁柏克 Andrew Parker Andrew Parker曾经是英国情报机关之一 军情五处的前负责人 他是由2021年4月开始出任这个职位 这个仪式的传统是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上一次发生的时候 又是七十多年前 当时的克拉伦登白杖 Earl of Carrington 在乔治六世国王 英雷王的先父 的坟前 整断这支白杖 以标志着他为国王的服务到此为止 国王查理斯三世登基 他需要做很多重要庆典的决定 在很多的决定当中 有一项涉及到他个人 就是他的生日庆典 应该什么时候搞 大家都知道 女王是有两个生日的 4月21日就是他真正出生的日子 他真正的生日 以及官方的生日庆典 官方的就是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通常都会在那天才会举行月兵庆典 Trooping the color 为什么呢 因为在英国通常4月份 户外的天气都仍是较为清凉 真正的夏季是6月份才开始 这个传统很久了 是由1748年的乔治二世开始 他当时就决定把生日庆典 和已经有的庆祝游行结合在一起 查理斯三世会不会保留这个传统呢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国王的生日是11月 11月的天气 英国的天气就不是那么好 起码你不会看到很多的阳光 也不会很温暖 如无意外 这位新的国王都应该是会维持现状的 因为特别是秋天出世 秋天就不是一个很适合 举行生日月兵庆典的时间 而这一个活动是非常受英国民众所欢迎的 就是这些传统 某程度上赋予了给英国王室 一种很独特的魅力 也正正是因为这些传统 令到英国王室 变成了真正独一无二 英国君主制这个传统 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有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 英国是因为没有成民宪法 如果真的要改共和制变成一个republic 那你就要选出一个总统来做国家元首 随之而来的问题 就是你要定立一些成民的宪法 为了定立选举总统的法律 而提供这个法律的法源基础 这个就会涉及一个宪法大翻身的庞大工程 同时也会威胁英国几百年以来的传统 有一方面的论点就认为英国不成民宪法这个传统 就只是适合君主制 另外一派的观点就是 英国人向来有的习惯就是 既然没有什么坏理就没有搞他 几百年来虽然经历过很多次改革 基本上来说 英国的政治运作都是维持原来的模式 英国有一份报章 《维暴 Guardian》 他有个专人作家叫阿尔登 他曾经在2002年有一篇社论说过 英国君主实际上拥有拒绝首相解散议会 重开选举 和选择首相人选的这两大权力 如果有权用到尽 真是用这两大权力 就一定会造成献政危机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都是传统的 从来都没有英国国王或者女王这样做过 而英国君王其实是享有皇家的特权 可以提醒甚至警告政府官员 因此理论上英国国王或者女王 在出现政治纷争时 可以扮演一股安定的力量 如果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合併 成为今天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俗称英国来计算 到现在大约是308年 英国王室在这段时间 他扮演的角色都是一个 小心翼翼的国家元首 为何要小心翼翼呢 因为当时英国安尼女王 在1707年登基职位时 他离开差点将英国推向共和的 克伦韦尔去世 只不过是49年 在之前的英格兰君王 原本已经签署了大宪章的权力大减 而当时的共和派克伦韦尔是崛起的 意味着皇室的地位 虽然未至于立即是岌岌可危 但也不是那么稳固 接着的十几位英国国王和女王 大多数都是非常謹言慎行 慢慢建立了君王和民主政治议会之间的 一个关系传统 这也是传统 这种不成文的传统 就是英国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環 有请大脏和方 唐击 Chernŏ spent 冲判决有点数 打 我会变身比高 一定做 我好好好好好 哇哦哦哦哦 还没知先生啊好